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视频 我们的视频 我觉得很骄傲的事情是 这个视频里面 你从一开始看到那个片头 然后每一寸的画面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拍的 不是剪别人的哦 每一寸的画面就是那天我们 我跟我的小朋友们 我们去 其实也没有门 我们小朋友们啊 就是只有一个小朋友 跟着我很可怜的 晚上跟着我 然后在秦淮河 南京的秦淮河夫子庙 还有南京的老门东 老门东就是南京中华门 日军占领南京 那个中华门 然后那个中华门旁边老门东 他把一些老房子拆迁了 然后在那边修建了 不是古迹哦 他是修建了明清朝代那个时代的建筑 然后做成一个文创的餐饮的可以游玩的地方 刚好就在中华门旁边嘛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明城墙 很漂亮 前面父子庙因为人人比较多 还有秦淮河那边人多 所以我们就今天就是一望也过去 下次我再拍仔细一点 可是你看到那个视频 之漂亮 之专业 我要谢谢我的小朋友 真的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用心 拍得非常棒 你要知道每一寸 每一公分的画面 都是我们拍的 我们自己拍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 那从一开始 看到情怀业绩 就 我不建议台图看 台图看太伤心太伤感 就是 人家大陆是这样子的 大陆是这样的历史的文化的美的 非常努力的 在整治的情怀 情怀和 每个中国人对情怀和这三个字都会有感觉 感触 古诗古词里面多少多少次出现情怀和 但哎呀 反正就那天我情怀和没有办法好好的拍 下次我们再好好的拍 但是你可以从那一点点画面 都会看到情怀和多漂亮 然后到父子庙 父子庙 你会看到那个地上有那个大灯光 那个灯光哎 仔细看哦考考你哦 那是有吉祥画的 然后旁边有林则徐的雕像 想到林则徐你会想到静焉 你就会想到说 他是怎么样了不起 然后呢他当过 他在南京这边静岭这边当过官 然后他也改革了江南的贡物院 所以有那个雕像 有些人生来就是为国为民 就是要改革 就是在努力 走到哪里哪个地方就会变好 就会改善 接下来影片的后面就是吃饭 南京当然都吃南京菜 那个吃松鼠鲑鱼不好意思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没有崩溃的证据 我只好继续继续努力的吃嘛 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整个的影片 其实我们拍了一整个晚上 但是你看到呈现的是我们 努力的心血 还有我的满满的感动 所以努力看下去哦 来南京当然要来吃南京人喜欢的馆子 你猜这是什么 猜得到吗 猜得到吗 你看 来是装水果的水果盘给你看 女生一边吃水果一边照镜子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这个 筷子 第三次 在大陆碰到这个筷子 这个是 这筷子是这样 那其实是要装进去的 快头给你新的快头 这个快头用完以后就扔了 所以这是其实是免洗筷子 但是它省一点 所以拿这个筷子 好 等一下来吃南京人吃的南京菜 是不是这个 这个有点麻烦 这个 素食景 南京的素食景 嗯 这个松鼠鲫鱼啊 很多馆子都会做 其实台湾很多馆子都会做 但这 今天晚上做的真的很好吃 炸的酥皮 里面鱼肉很嫩 然后很鲜 完全没有鱼鲜味 而且重点是 它没有刺 有很多小朋友来讲 大朋友来讲 没刺就是好人 它是好人 它没有刺 然后你可以安心的吃 抓的鱼家来吃都没有刺 我刚刚问鱼鱼 他说是贵鱼 贵真好贵 都很好吃 嗯 哇 连这个鱼皮都舍不得不吃啊 吃好吃 再得吃 你看这个酥脆 你看 你看 它里面包的鲜 味道非常柔和 里面绵密 味道柔和 然后外面是很酥脆的 因为它就咳吃了 哦 哦 哦 所以 其实现在已经是 老门东大概晚饭的时间过了 看到还是很多人 不是年轻人 然后那一头过去就是明城墙 明朝的城墙 朋友 明朝的城墙 因为我就是台湾来的乡下人 明朝的东西 当然他们现在有做了很多的 可以让人家在里面做一个生意 嗯 你知道吗 我背后是什么 就在我们刚刚吃晚饭的地方 就在老门东 老门东 这样一个年轻人的 文青的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喜欢的地方 好 来看看明城墙 我们这种乡下人 明镇墙是很神圣伟大的地方 他是生活的历史 就是 我们觉得清朝东西就有精神 对台独来讲 当然他觉得 所有的 日剧时代就代表历史的争端 来 跟我走 我们现在在城里 墙外面是城外 看不到吗 看得到吗 那个城墙 它有历史的痕迹 什么叫做历史的痕迹 就是在当时每一个 每一个时代 还有增补 还有补修 那个颜色 那个基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都是老房子 这每个老房子都 都是可以让你去思考 是什么样的人 以前住在这里 经过多少 历代的 悲欢 离合 战乱 然后现在 此时此刻 我们看到这里 国泰民安 如果这个不叫国泰民安 什么叫做国泰民安 我感觉到这里 我宫 比赛 我们在外国 那里 记得